嗨,大家好,我是Kevin 這次的菜單研究所並沒有要製作料理 主要是我有幾個想法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而已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支持我的菜單研究所 現在這個頻道也正式突破了3萬人次的訂閱 真的非常感謝各位能夠追蹤我的料理 也給我一個繼續創作的動力 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 看一個宅男在這邊做菜給大家做示範 好,那這次的影片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兩個話題 這兩個話題也是很多的觀眾朋友也會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的 那第一個是為什麼我Kevin要製作菜單研究所這個影音頻道 第二個問題是我想要來聊聊我對於營養的一些想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的頻道的料理的取向 比較偏向就是比較健康、適合健身或者是減肥的人來吃 所以很多人就是會質疑一些營養上面的觀念或什麼的 所以我在這邊要分享一下我對於營養的看法 好,那回到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要經營菜單研究所這個頻道 這要回頭來講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在做的事情 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在創業做一份事業 比較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其實我有在賣代餐 那這個代餐它的品牌叫做簡易餐 是我專門為台灣人去設計的一種代餐 那其實我最一開始創業的起心動念 一直都是希望幫助大家 在想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大家 可以吃得更健康 用更方便的方式、更健康的方式都可以吃得更健康 那代餐只是我的第一階段而已 我希望就是透過這個產品讓比較沒有時間製作料理的人 他可以有一個很簡單的工具去管理他的飲食 後來做了一陣子之後就覺得說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料理 既然你的目的都是為了幫助大家吃得更健康嘛 那所以我就想說 除了賣產品之外 我也開始示範怎麼製作一些健康的料理 其實你不一定要一直用代餐 我們也常常跟客人去這樣子說明 你可以盡量的參考我的食譜 自己製作料理還是控制飲食最棒的方式 所以我才會開始大量的創作料理的影片 給大家參考 第二個是我想要來分享我對於營養的一些想法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在我的料理下面留言說 Kevin我覺得你這個料理好像不太適合減肥人吃 因為碳水好像有點高 或是Kevin我覺得你這道料理脂肪好像有點高 不太適合減肥人來吃吧 有這些疑問都是很正常的 事實上我本身不是營養師 我自己本身是學食品的 是食品技師 但是我不是營養師 營養相關的知識我也是 一點一滴自己去自學起來的 我不敢說非常非常專業 但是一些基本的觀念我都是有的 首先呢我先說明一下我製作這些料理的想法 我所製作的料理呢 很單純的是希望幫助大家可以很簡單的製作料理 而且這料理一定不能製作的太繁複太難 而且這些料理呢也符合一些很基本的營養均衡的概念 例如說低糖高鮮高蛋白 這樣子的飲食其實你只要長期吃 對你的身體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這就是我做這些飲食料理的概念 我希望這些東西很簡單 可以很容易的融入你的日常生活 而且對你來講 不要讓你害怕下廚 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才拍這麼多簡單的影片給大家參考 再來呢我就來講到關於營養需求的部分 有一個大前提是每一個人的營養需求都不一樣 這一點很重要 每一個人的營養需求都不一樣 現在因為大家的飲食觀念比較有了 所以興起很多飲食法的觀念 例如說現在比較紅的就是生酮飲食 或者是低碳飲食法 什麼碳水循環啊 或者是等等 我還有聽過一些很奇怪 例如說原始人飲食法 那這些飲食法背後都有它的一定的根據 其實並沒有什麼好去反駁的 也沒有所謂哪些飲食法才是最棒的 或者是哪些飲食法是不對的 我覺得飲食這種東西它比較像一種信仰 就是對你來講 你很容易執行 而且你這樣子吃對你來講是有用的 那對你來講這是一個好的飲食法 所以這種東西並沒有所謂絕對 只是我個人提倡的是一個很簡單的均衡飲食 而且能夠很容易地融入生活 長期執行 所以呢對於在做生酮飲食來講呢 我的影片對他們來講是沒有價值的 因為我大部分影片隨隨便便碳水就超過5%了 對於吃生酮的人來講 碳水是不可以超過5%的 所以呢對於吃生酮飲食的朋友呢 我的頻道可能你就不會想要訂閱 不會想要看 覺得這個東西不OK 再來呢 如果說你是有在健身的 尤其男生有一些人他健身的量是很大的 那健身都需要補充多一點蛋白質 這一點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欸Kevin你這個東西不算高蛋白 根本蛋白質不太夠啊 喔確實啊你如果呢 健身的強度是很高 你要很大幅的增肌 我所有的料理對你來講 你都認為這其實只是低蛋白而已 對所以營養需求真的是很看個人的 那我自己個人的建議是 我的影片下面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就叫做營養概算 我非常建議就是每一個看影片的人呢 都可以點開下面的影片說明裡面 都有很清楚的營養概算 例如說這道料理一份呢 有多少的熱量 有多少的蛋白質 有多少的脂肪跟糖類碳水 你就可以依照每一個料理的營養資訊 去判斷這道料理到底適不適合你來吃 所以我的料理在製作的時候 也並沒有想要說我做這個料理大家都可以吃 而是說我希望多一些食譜的範例可以給大家參考 但至於要不要用 其實你就要看有沒有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以上就是我對於飲食的看法 簡單來說我只是希望提供一些很簡單的料理 讓你不要害怕下廚 然後很簡單的製作一些健康的料理 你可以越吃越健康 就是這樣子而已 最後還是非常感謝大家 一直以來支持我的頻道 那我自己也會努力的繼續創作新的料理給大家參考 還有大家非常喜歡的備餐系列 我也會持續推出 只是說備餐系列因為它的準備比較反覆 所以推出的頻率並不會太高 還有之後可能也會像是今天這樣子 我也有一些關於飲食料理營養的想法 我也會拍成一個影片很簡單的跟大家聊一聊 好那我這次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